让七彩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佛子 诸佛四座有十种无二自在法 何等为师 所谓诸佛 岂能散说 受计言辞 决定无二 佛佛西能随顺 众生的信念 令其意满 决定无二 佛佛西能献决一切诸佛 言输起意 决定无二 佛佛西能具足 取来今世 祝佛智慧 决定无二 言输起意之三四一切佛 插诺 提起插诺 决定无二 言输起意之三四一切佛伤 入义佛伤 决定无二 言输起意之三四一切佛语 即一佛语 决定无二 言输起意之三四一切诸佛 一切所谓一切众生 体性平等 决定无二 言输起意之一切法 解诺佛伤起意之三四一切佛 决定无二 言输起意之三四一切佛 诸佛的体性中性 一切佛果度 一切全是无二 乃就身 智慧 智在 一切都是无二 这叫无二法门 你怎么说呢 有和无是两个吧 极有极无 非有非无 那就是不二了 不二了 那这个 这个所叫我们的始终无二 智在 智在法就是无二意 这是标题 标题 那么那是总和何者为时的 一切诸佛 那么一切诸佛 佛佛平等啊 在咱们脑筋里头啊 有咱们的思维啊 西方极乐世界 跟咱们现在所处的 舒佛世界 实践莫尼佛 这么应识 我们的知 这没有这两个吗 怎么说他决定无二 而且在极乐世界 所说的法 也是了生死 那多数是了变一生死 在苏布世界 说说的法 那先说是要分断生死 到究竟了呢 也得达到 达到无二 分断生死 跟变一生三 是一个是两个 是一个 就是 就是 就是释迦摩尼佛 跟 阿弥陀佛 所说的法 是无二 所有立志众生 的是无二 极乐世界 跟苏布世界 是无二 在这个意义上啊 咱们得要说观 这个无二 纯粹说理性啊 不是说是的啊 说一切入佛 所说的无二法 冲出开始 信佛 受计 一切教育原词 决定的无二 这说一切入佛 不论在哪个世界 哪一尊佛 和千佛万佛 佛 佛 道同 一切入佛 岂能随顺 众生心念 令其一满 决定无二 无论哪尊佛 他说的法 都能随顺众生 众生心想什么 念什么 令他满足 这是决定的 无二 耶稣佛 习能献 决一些诸法 言说协议 决定我 诸法是无量差别了 决是了之了 觉悟明白了之 就是看一些法 乃至说一些法 每一法 都有它的含义 含义 但是这从哪个意义上说 如果咱们说 大米 白面 大米绝对不是白面 白面也不是大米 我这举例来说 但是从他饱肚子 吃也是肚子饱 这也是无二 吃什么都饱肚子就行了 把他大米白面 这从这个意义说了 从现象上说 是有差别 这从言语说 从含义说 没有差别的 随着心念什么 佛给他说什么法 他满意了 那总要使得断烦恼 从正面教育 或者反面的教授 一样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 在他令他 心满意足的 这个意义上说的 决定忘了 一切入福 稀能献绝 一如法 言说其意 这注重在献子 当时现实 绝了一些注法 现在绝了的注法 过去绝了的注法 未来绝少了注法 他的意义是一个 没有两个 不论现在过去 过去未来 能献 决裂 决一切入法 能献是对这所说的 能对这所说的 所有一切入法 在现在 一切入法 能演说他的道理 就是具足了 这是没有两个的 决定忘了 一如法 心能具足 去来今次 诸佛智慧 神色 过去 未来现在 过去诸佛入世 现在诸佛入世 未来诸佛也入世 决定忘了 诸佛西之三世 一切诸佛 一切诸佛就是一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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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过去的诸佛 现在的诸佛 未来诸佛 诸佛就是诸佛 诸佛就是一面间 一面间 在一面间 有过去的一面间 现在的一面间 未来这三年 在诸佛了知的时候 没有差别 就是一面 一诸佛西日三世 一切佛唱 如一佛唱 说千佛唱 一佛唱 万佛唱 也是一佛唱 一佛唱 开一切佛唱 收一切佛唱 就是一佛唱 这也是决定无二的 决定无二的 不但无二的 一也没有 所以一切说无二的 连一也不利 说一切法不利 一切法不利 一切诸佛 西日三世 也诸佛 予 吉佛 予 决定无二 一切诸佛 西日三世 也诸佛 与其所化的 众生 体性平等 绝对佛 这个我们说的很多了 我们开始讲环境 就这个意思了 不但佛跟佛 一切众生 能画者跟所画者 他的体性 平等 没有两个 决定的 非二 也诸佛 西指三世 一切诸佛 西指四法 其中佛法 性无差别 决定无二 咱一般嘛 四间法 跟佛 除四间法 这是两个 没错 四间法 是四间法 除四间是除四间法 它的体性啊 是无二的 四间法 是缘起 除四间法 是性空 那缘起 成性空 性空缘起 决定无二的 缘起是显示 性空的 性空的 建立 建立成就 缘起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 决定无二 决定无二 一诸佛 西指三四一诸佛 所有的上根 不但三四诸佛呀 乃至于是众生啊 根就是一个 没有两个 是为实 这十种 就叫不二法门 不二才能自在 二呢 可就不自在了 有二就有三 有三就有四 那就无量无量了 开阔来说无量 同时一个心 心体是一个 那众生呢 有无量 恶生奇数 那么多众生 那每个人都有 没人的心呢 没人都有个心法 但是他的体性啊 可是一个 可是一个 那就是祝佛 说正德的 普光明 每个众生都居住 用不上 隐 烦恼所致 给仗上了 不陷了 这一段的 十五二 只是体会一个就行了 就是 用礼 容舍相 显礼 不显相 所以 无二的意思就这个 这叫什么法门呢 环境是 四四无奈 怎么经常给大家讲 四法界啊 单说礼法界 那是空的 刮显礼 单说四法界 那是显示的 随时间缘起 但是礼能成事 是能先礼 那就是你无奈法界了 你是无奈法界了 你都还有 有事 有礼 但是 但是 礼片于是 礼片于是 那 四四都无奈 叫做 四四无奈法界 现在这无二意思就讲 四四无奈法界 佛子 诸佛四孙 有十种咒 咒一切法 一切祝福 都有平等平等 都有十种咒 这十种 住在一切法 一切法 显佛的住 住 任大师总 以下就分别说了 一切是佛 住觉悟 一切法界 住在自己 妙明真心 住在一身法界上 凡是 华安庆说的 法界 那咱们就 跟大家以前说过好多次 借是生起 借是心 心生于其法 法 法 借是心 这样来说法界 华安庆解释 法界 就是这样解释的 那住佛住 就住在心 这个心 这个心呢 就是 清静 妙明 觉悟 真的 真心 所谓的 一切 诸佛住在 觉悟的 一切法界 一切 诸佛 住在 大悲 雨 雨 就是说话 一切 都是 佛所说的话 全都是 大悲 把一切 众生 痛苦 悲能拔苦 加个大 给他的自心 心没有苦 这个大就是体 悲是肉 体肉同时 那佛说 佛有有的严死 一切语言 体肉 具足 定慧均等 一切诸佛住 本大院 这个本大院 就是最初 开始发福的心 那也就是本院 本院 那个大院里 就含着一下 这些问题 住在本大院 所以不舍 调伏众生 一如佛住 不舍 调伏众生 正是这一说住 说住在什么地方 这个佛所住的呀 就是这十种 住在大悲上 住在本院上 住在不舍众生上 住在无自法性 一切都法无自性 那么住在自性法 不住在无自性法 有时候从反面说 正面说 那耶稣佛住在自性法 无二性 无他性 就是自性 耶稣佛住平等利益 这说利益均沾呢 这个利益呀 是住在心上头 换个名词而已了 这个利益才平等利益 这些众生都是平等 利益做上 也是利益自主 自己成佛了 也利益是众生 平等普等 耶稣佛住佛住无妄实法 佛的智慧照料 没有妄实的 就是从来不妄实本性的 是法性的意思 耶稣佛 耶稣佛住无障碍心 性本无障碍 众生是自己的 迷了就障碍啊 这个在诗通上就讲了啊 诗通上的都通 没有障碍的 那一法不通 耶稣佛住恒正定心 就实定啊 谁都讲的实定 耶稣佛住于一切法 不为实际相 三昧自在的 三昧是种词法 从一无量意 实际相就无相 一切法无相呢 就实际相 实为实 这佛的实种座 实际相是种座 佛子诸佛萨 有诸佛四尊 有十种知 知的法 诸知 知那是无尽的了 无有余了 把无尽的法都能了知 即就尽无有余 没有剩下一法 先说三四了 何等为实 说只过去一法 尽无有余 只未来一切法 尽无有余 只现在一切法 尽无有余 直到三四法 不一露一法 的事 就无有余 知一切言语法 尽无有余 知一切四尖道 尽无有余 知一切众生心 尽无有余 知一菩萨善根 丧中下种种氛围 尽无有余 知一切诸佛 圆满自 即就善根 不知不见 尽无有余 知一法 皆从缘起 尽无有余 知一切四尖 尽无有余 知一法界 总如因托勒网 诸差别寺 尽无有余 这说的反面 这个正面说的 无有余 说的形容佛的什么呢 佛的实力的 普光明造 普门四先 这实力的 普光明造的意思 说佛的智慧啊 照着一切警戒相 没有遗漏的 圆满无学现 随着文字 加一个智慧照 就这样 佛的入佛寺村 有十种广大力 最上力 无量力 大威德力 难怀力 不退力 坚固力 不可坏力 一切事间 不思议力 一切众生 无能动力 大挪落 愿藏 融建法 广大力 广大力 这名什么呢 佛的实力自在 全名佛的实字自在 普光力 普光明力 实力啊 是别说的 是别说的 就大挪落 厌坚固 不定的 力 即是自 志即是力 这咱们讲的那个 实隐 实通后来的 实隐 其实广大的 标题的 一下就说 何者为师 说 文习祝福不可坏 命不可断 四季独药 殊不能葬 一切四季 随活风灾 对佛神不能为害 一切祝福 天龙 夜叉 前奴坡 恶秀罗 锦诺罗 交楼罗锦诺罗 魔后罗切 人非人等 铁车舍罗超 近其四立 与大金刚 如须密山 且体围山 便于三千大金世界 欲使俱下 不能令佛心 有进步 就外边什么 能实力 多危险的 佛不会动心的了 就 连佛的寒毛 也不能动 一毛也不要动 就是说 你多大的力量 不能动佛 一根毫毛 这样的意思 行主坐卧 出无便意 佛所住处 四方远近 不令其下 再不能 自在的神力 在佛的周围 四方的时候 不能进入 的一生 不能为损害 要有众生 为佛所持 其佛说是 尚不可害 要有的众生 佛加持他 任何灾害 降不到他身上 佛的加持力 加持众生 都能入世 何况佛的自身 这叫什么 这叫佛的一切祝福 对于大挪洛宴 挪洛宴床 融建法 挪洛宴就是坚固 坚固不动的意思 不可摇动的意思 佛所住一切祝福 一切法界 祝世间融虚民三亡 以及铁卫山 大铁卫山 大海山林 宫殿无语 只以毛孔 近未来季 一些入佛的一毛孔 直了一些法界 一切这些山 这些海 还近的未来季 不是短时间制的 那而是众生的 众生本身不知不觉 不知道在佛的毛孔中 这是什么 是如来的神力所加倍的 为处神力所加倍的 佛子 而是祝福 与一毛孔 与一毛孔 持 而说一切四戒 一个毛孔 含舍正的四戒 而且是 不是一时两时 尽未来劫 毁行毁住 毁坐毁卧 不生一面 劳眷之心 把无量世界各 至于佛的毛孔 佛没有劳累的念头 也没有不能容纳的一生 佛子 毁入虚空 普通一切 遍法界所有世界 而无劳眷 说一切入佛 予以毛孔 持住世界 以复入世 是 为祝福第二大 诺劳院床 容建法 不要去思维它 这咱们讲的是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两卷 第二卷不可思议 哪些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现在经文所说的 这个不是咱们的思维能力 所观到的 那过去大都对这些个 从来不解释的 解释不到 就加一个不可思议 你去想去吧 对 要想解释 想明了 大家可以坐下来 想一想 就能灌一灌 这个境界没有 你想不到 现在你打开世界地图 你到过的地方 你这新作业 新作业 你作念 都在你心中 现前面中 你看到大西洋 东南西南 太平洋 如果你到过的这种国度 比如一念 都在你心里呢 一念如是 念念如是 还不是佛的神力 咱们妄想心 那你没见过的 听说的不算 你不能知道 再去小一点 说你是黑龙江 哈尔滨的 他是沈阳辽宁的 他是上海的 他是新江乌鲁木齐的 你这么一作业啊 如果你到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都在你思想当中 劳累吗 干脚的劳累吗 他也没移动 你心里 只是作念 用这个思维 跟佛说这个境界 你没有 你想不到 极乐世界 你能去也没去过 去了 你也不想回来了 所以成了道 才回得来呀 这个义理啊 就是不可思 不可义 叫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嘛 了解佛境界就是了 这是佛境界 这叫不思议境界 否则 一如佛能与一念 其不可说 不可说 四界 微尘数不 一一步 过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 微神数 果斗 慢一步 过了无量 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 微神数 果斗 入世而行 经一切四界 微尘数 结 步步入世 而且是 经过无量 微尘数 结 就经过时间 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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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 假使一大金刚三 于你上面所经的佛刹 其量正等 你经过佛刹 那个量啊 跟那大金刚三的量 相等 正等 那么 如果是量等大金刚三 就把大金刚三 形容着 你那个四界 微神数不 一步一个 一个四界 经无量 结 那这个 入世量的大金刚三 有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 微神数 佛 这个大金刚三 包含着 无量 无数 不可思佛 能以入世 住三 只一毛孔 把那个 无量的大金刚三 放置在一个毛孔里头 佛地身上的毛孔也不大 金刚三 也不瘦 也不瘦小 怎么容的呀 不可思议 于法界中 一切众生毛孔 等 诸佛把这些金刚三 搁一个众生毛孔里头 众生不知道 这就神通不思议 而且是把住三 这毛孔 佛神的毛孔 与佛阿界众 一些众生的毛孔 等的平等平等 一一毛孔 拼之而许大金刚三 持而许三 游行十方 若尽虚空 一切世界 从前际 尽有未来一些住戒 无有休息 佛神无损 一步劳卷 行常在定 无有散乱 是为入佛 第三大诺诺宴 荣建法 这叫荣建法 佛子一切入佛 一坐司宜 就是佛 到时候吃饭的时候 去化缘 化回来就吃饭 吃完饭了 就休息了 就接家福坐了 大家都经上经看到了 佛与时时 如所为大臣化时 化回来了 往来坐那把饭吃完了 把手也洗了 也方便了 自己拿草 扶上 扶坐而坐 本来佛要入 作家扶坐 要入定了 那舍利弗 他看见 开了物了 舍利弗 开了物了 徐步提 金刚经是徐步提 徐步提 他开悟了 他说佛真不可思议 他说如来善呼念 祝福祝 祝菩萨 善佛祝 祝菩萨 我演这段讲 大家就知道 这环境这段不思议 什么意思呢 良品不思议 假这个不思议 证明前面 菩萨入了十定 十通 十隐 所产生的 成就佛国 那些大菩萨 都最终这些不可思议 受享行识 全变了不可思议 衣食住行 全变了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是总体啊 得到了不可思议了 一切法都是不可思议 但是 这个不要入我们的意念去念 也不要入我们的凡夫境界 去思维佛境界 但是 我凡夫 可以思练凡夫的境界 凡夫的境界 也就是不服不可思议的境界 你想想 我们每个人不可思议的事吧 不可思议 你所做过的事 你现在做这思维 这些事 没有了 是在你心外吗 那你为什么心内能想得到 说在你心内吗 你心内容不下 你现在也想不到 仅仅在内在外啊 你个人所做这事 你从三岁五岁 到你现在三十二十 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你把它作为一回念 然后你坐这 你不有事 谁没有 五六年几十年 十二年 一事也没有 如果你又有事 一动念 事都来了 那凡夫境界 想住佛境界 也入事 当你难度 戒严不当的时候 难度戒严不当 也不费舍化众生事 这个梦 很难得进入 佛本来是先八相成道的 八相成道都是度众生的 而佛戒严不当 八相都是虚幻 幻化的 那现在佛珠一幕 八相也没有了 八相有吗 八相没有了 乃至热尼盘 也是四仙的 有官是这样官 不要在这个事上官 这个事啊 是都入了理了 是从理上说的 这把这一切法 建立在理上 大方广获经 告诉你 这就是自体相容 你不要拿你的妄想心 去琢磨 琢磨不到的 琢磨不到的 越想越远 佛不会打妄语 佛说八相四仙 乃至于度众生的事 全是四仙的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咱们 也没见到佛的八相成道 琢磨心中 也是济言的 听说 听什么说 也没听佛指使说 看见经文 说出是想 但是 他是济言不瞪的 就是 本体不瞪 而能够 做一切事 这叫不可思议 正嫌不可思议 佛指 假使有人 与片虚空 一与世界 卸以某端次第度量 这种某端去量 诸佛能与一某端处 一个某端尖上 皆家福作 还能做到 敬畏来即 假使一切十方 一切所有众生 一与的众生 他的身量 大也小啊 而能够 这个众生的身量 与不可说 佛刹 微神术世界 量等 佛刹 微神世界 有那么多的量 那就是 一个众生的 身量 也可以说 一切众生的 深中的一个 寒毛量 某端量 这个怎么去理解 在华言义 举哪一法 随便举哪一法 举个寒毛 举寒毛这一法 寒毛就变成主 主体的主 所有其他的法 都变成半 半夜以为一主 依着主 举这一矛端的时候 这一矛端就是大法界总体 以大法门相的总体 那一切法都属于这一矛端中 众生矛端也可以 祝福矛端也可以 举哪一法 哪一法 就是大总向法门听 其他的法 都是半 是半 那华言给他定个名字 叫 主半 圆容 自在 举你 你是主 举他 他是主 举主的时候 其他都是半 就这一法 这一法为主 其他的法 就是这一法的半 都从于这一法 不论身量的大小 分量的轻重 把一切众 诸佛能以 而所众生 之一子端 把这一切众生 放在一个指甲子端上 说是端上 能够到后来 进位来寄 就无量节 都在这个端上 那佛一如定 他定的无量节 不是张座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腿子也痛了 腰杆也酸了 坐不住了 佛不会的 假设有神的执着 如果没神的执着 神都没有了 那住在哪 住在空啊 对 空中无障碍啊 所以没有前后计啊 所以这个虚空啊 是一百年前的虚空 而虚空是一百后 后一百年的虚空 虚空有这个分别吗 能把虚空分成前计后计吗 你拿这个来想 想媳妇 嗯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立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世纪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容火肿 面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由其印证佛经 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夺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 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博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前面我们提到 仇佳在印度的时候 曾经向杜姆请求指引 那个时候杜姆预言说 如果他去了藏地 能立即到一位在家居士 那么这位在家居士 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九姐法脉的传承人 最著名的大弟子 怎么对吧 很多历史文献当中记载 九姐回到了布朗之后 就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 怎么对吧 其实一直以来 他都记得杜姆的预言 可是呢 这一路走来 都没有遇到什么 在家居士 遇到什么 特殊的在家居士 所以呢 心里就有些懊恼 但是呢 当他到了布朗的时候呢 杜姆再次对他预言说 大概一个大忧婆子 很快就会到了 所以呢 他就每天 一天眼巴巴巴的盼着 这个幽婆萨的出现 望远欲穿 但是呢 很多天都过去了 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就忍不住暗想 不会是杜姆在骗我 然后他一直 又那么 巧手 期盼 那么我们说说这个 杜姆 那个时候呢 杜姆 在哪里 杜姆 在康区 他在康区的时候 就已经听闻了 阿迪小军者的答案 所以呢 从康区呢 一路 一路辗转 莫名而来 到了布朗 当他到了 九五姐住处的时候 不巧 当时九五姐呢 不在家 被一位施主 请去做客 所以呢 九五姐的屋子里面的人 就请 杜姆 稍等片刻啊 说 君者一会儿就会回来 可是呢 杜姆 把说 见善之士 这样的事情 是刻不容缓的 一刹那也不能等待 于是呢 他就 朝那个 施主家的 方向 奔去 刚巧的是 谁知道 那个时候呢 九五姐已经 从这个施主家出来 正往回来 经过一段 狭窄的巷子的时候呢 就碰巧 遇见了 专门堂巴 刚一见面 专门堂巴就立刻就对 求佳姐五体投地 行了大礼 而这个求佳呢 也是喜出望望 把手放在这个 专门堂巴的头顶 念了很多范文的吉祥词 想象一下 当时的这个 这个 场景 有点像 跟 九五姐 见到 荆州大师的时候一样 格外的 相思和熟悉 实际上呢 那天 九五姐早就猜到 专门堂巴 可能会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其实他对 专门堂巴的到来 早有准备 几天前呢 他就已经把 保贫乏都修好 这样的话呢 就如果遇到 专门堂巴的话 晚上就可以直接 给了 给予棍 另外呢 他刚 去 这个 施主家的时候 特意带来了一份 吃的 就是 留给 专门堂巴 因为 九五姐是一位 素食主义者 不吃肉 所以呢 他从 施主 施主家 都带来了一份 沾巴 疾巴 疙瘩 还有 苏油 那么 见到 专门堂巴之后呢 就把这些 吃的都给了他 专门堂巴 先是吃了 这个 赞巴 但是呢 并没有 吃苏油 而是留下来 做了一盏灯 放在了 九五姐的床边 也就是 从这一天开始呢 一直到九五姐 元季后的 灵塔旁边 他都会 供上 一盏盏的 苏油 不敢怎么说 专门堂巴 也是 学过范文 所以呢 两人之间的 这个沟通和交流 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 就从他们 见面的 那天晚上开始 九五姐和 这个专门堂巴呢 一直同住在 一个房间 虽然 那绿典里面 讲到 在家人 不能和出家人 同住在一个房间 等等 有这些 有一些限制 但是呢 由于 九姐是 从大众部出家 而这个 根据大众部的 要求 两人之间 只要有一个帘子 就可以了 所以呢 他们俩 头对着 头睡 中间隔着 隔着个帘子 就这样 九五姐就开始 向 终典巴 传授教导 而终典巴呢 就这样 陪伴了九五姐 直到她 原济 我们回来 讲一讲 这个纳索义士的 心情 因为她曾经 发过毒誓 要把 九五姐 回送印度 但是呢 现在 由于战乱 没有成心 所以她心里 又是着急 又是不安 又是懊恼 那个时候呢 九五姐就安慰她说 放心 放心 你没有罪过 因为并不是说你没有努力 但是努力之后的情况不尽人意 那也不是你的问题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往印度寄一封信 说明 来说明情况 于是呢 她俩就写了一封信 有关这封信的内容呢 大致是这样的 按照先前的约定 本想送尊者回应 但陆域战乱 不得不战回藏地毕丹 等战乱平息 再启程送行 而尊者在藏地这段时间 撰写了菩提道登论 这样一部难得的家族 利益众生不计其数 所以呢 若军者能再多停留一段时间 那就再好不过了 总之呢 最后大概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份书信 加上阿底小君子 亲笔书写的一部 菩提道登论 还有一些金子 一统忌毁的印度 据说过去印度有一个习俗 什么习俗呢 如果某一个班智大或者学者 写了一部著作的话 那么会请很多的班智大一起开个大会 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讨论这部著作 如果大家一致认为内容上可 他们就会将这部著作上报给国王 然后呢 然后呢 给予嘉奖 而且广为留步 但是呢 如果这部著作 此不达意 或者文不对体 那他们就把这部著作呢 绑在狗尾巴上 让他满街乱跑 不管怎么说呢 阿底小尊者的亲笔的这部 登论送到印度之后呢 就有人把他成上了大会 让大家来评判 虽说这个尊者是当之无愧的大奔之当 著作是也自然不太需要这些人来评判 但是呢 但是爱与习俗啊 还是走了这么个程序 众人读了登论之后呢 纷纷赞不绝口 说道啊 如果尊者在印度的话 估计是没有办法 写出这样的著作 所以呢 这些印度人就觉得啊 好像尊者在藏地所做的这个事业 不仅利益了藏族人 也利益到了印度人 于是呢 就决定尊者暂时留在藏地一段时间 也并无不可 登论可以作为他的代表 但是呢 他们希望尊者可以自己 撰写一步 有关这个登论的注释 所以呢 这么一来呢 阿底下尊者就又可以 放心 他时 也多在这个藏地 留一段时间 这个纳索意识的 这个压力也彻底 没了 那么后来呢 阿底下尊者到底回到了印度了吗 还是一直停留在西藏呢 还有他有没有去中藏地区呢 请听下回分解 谢谢 谢谢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